大家好,又到了青的星韵草工作室 手作教学课程第82堂课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这个呢,是先前有答应过 可是一直都没有完成的 这是一个双层,双面的那个卡套 双面的,双面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放那个游游卡 然后一边呢,放一些 比如说你要去全联啊 或者是要去加乐福啊 要去消费的时候 不是有会员卡吗 你就可以一边放一张卡 甚至你还可以把那个 纸钞啊,折一折就塞进去 其实它不太会掉 那因为用奶嘴夹 你可以夹在你的包包里面 有人问过我奶嘴夹怎么打开 我趁这个时候顺便教一下大家 它这边有个pin 就把它往上挑 然后这个夹,这嘴巴 这个挑的时候就是闭起来 然后往下压的时候 嘴巴就可以打开 有没有 往上挑它就会打开 然后往下压它就关起来 往上挑它就会打开 这是奶嘴夹的使用方法 有人问过啦 那清一直都没有机会跟各位分享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 也顺便分享一下这奶嘴夹怎么使用 那今天要跟 第青的幸运草工作是 手作教学课程第82堂 就是要跟各位分享这一个 两面式的卡套 OK,那今天这个有点特别 它里面能够支撑它这么硬 能够支撑它这么硬的重点是在这个 这是什么 牛奶空桶 牛奶,我们那个利乐包的牛奶 其实你也不见得是要用到牛奶这么长 你也可以剪两块 两块不一样长度的 那你也可以像清一样 就是拿那个长条的大瓶的 家庭号的来使用 两种都可以随均所好 有什么用什么 我倒不不建议说 一定要在为了这个去专门去买一桶 这样子的那个家庭号的牛奶 你反而可以使用像蠢吃茶 像那些利乐包短的 那就用两块来用就好了 不需要那个 不需要再另外再加购 那另外呢 因为清这两天刚好 做了一样东西 那这块布很漂亮 那因为布漂亮呢 清就舍不得把它给好 剩下小小的布丢了很可惜 那也跟各位讲 这块布真的 应该已经绝版了吧 目前应该找不到了 那是因为刚好清之前有买下来 所以就还蛮喜欢的 那有因为用完了 剩下少少的量 我舍不得把它丢掉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拿来做发像 那我需要的尺寸是 我要一个主体的布 主体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底布这个主体的呢 是22乘以10要一块 然后再来就是说表布 表布实际上是20乘以10 但是因为清它有 我有卡到说 我的正面跟反面 如果说我的布是这样子接着的话 我的布是这样接着的话 那我翻过来的时候 翻过来的时候 这边是正面OK的 图案蛋糕什么都OK 可是这边就不OK 它是相反的 所以清就把它裁开了 我把它裁开成左右的 那我等一下会做一个小动作 其实如果各位有这种对图案的话呢 也借这个时候就顺便一起学习 如果你有对图案像 你看我是把它剪开的啦 实际上我剪开 东西这样子就要做接步动作 那另外一个8乘8公分的 8乘8公分的那个布料要一块 奶嘴加一个 好 那我们的材料就是这些 好 我们现在先从我们的那个 上面这个地方开始优先先处理 我们从上面这个地方 好 那清就跟各位分享怎么制作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制作方式 第一个呢 我们要把8乘8公分的呢 就把它内折 我们把我们的8乘8这一块的内折 内折以后对折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先不要对折 因为我们的这个是这么大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8乘8的把它折进来 然后呢 不是这样子 它是对折 因为我也需要一点厚度 对折 分成四等份对折再对折 OK 那我们就拿那个裁缝车 车左右两边 好 我们要车左右两边 因为这个必须要做一个固定 OK 我已经车完一个一边了 好 剪掉了 车完一边 车完一边 那我再车另外一边 好 我两边都车完了 好 我两边都车完了 两边都车完了 好 车完之后呢 我们套过奶嘴夹 这个奶嘴夹 这个是前面 就是你要看得到的地方 好 这个是前面 所以我是这样套过去 那套过去之后呢 我把这边先用裁缝车 套过去之后 我把这边先用裁缝车固定一下 因为可以预防我们等一下 在车缝下面动作的时候呢 预防它跑掉了 我们就会让我们这条奶嘴夹的袋子呢 它会有点参差不起 所以我这个地方先做一个固定的动作 好 稀稀稀稍微修一下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做完上面这个位置了 做完上面这个位置 其实不难啊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我要接部 我要接部 接部的时候呢 底部跟底部相对 好 我把底部跟底部相对 相对完呢 这是底部哦 因为图案我现在拿的时候是反的 各位可以透过反面的 一样可以看到 这个是反的 那我再接车缝这一条 OK 因为这条的车缝呢 可以 借由这条车缝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图案导正 就是你翻过去之后 在外面使用的时候 它图案就会导正 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们这样翻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 这边是正的 这边反过来也是正的 这就是接部的一个办法 一个技巧 那我们一定要学会它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下折 折两次哦 折一次 再折一次 好 使用裁缝车 车缝 使用裁缝车 车缝 那你也可以让它的那个宽度呢 把它加宽一点 加宽一点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所以内折的部分 就看各位喜好 一般轻是习惯 内折是在两公分 就是一公分再折一次 总共折两次 是两公分的 的那个布料耗损 好 可以看得到 这边已经车好一边了 对不对 车好一边 那我们这边也一样哦 这边也一样要车两次哦 就是折两次在车 好 都一样 OK 好 我表部部分呢 已经做完车缝了 已经做完了车缝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做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好 对折 举输中心点 那中心点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记号 让我稍微剪一下 剪一下记号 可以看得到 我做了一个记号 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做了一个记号 有没有 做了一个记号 OK 好 另外一边也要哦 做记号的原因是 因为你等一下 那个 因为我们有接布 所以我们接布的那个线呢 好 我们有上下的记号都做完了 上下 有看到 好 上下记号都做完的时候呢 我们等一下接布的时候 就要把他接在正中央 把他接在正中央 就刚好你接布的位置 刚好要跟他对齐 接在那个 好 那我把他对齐了 把他对齐 重叠了 重叠了 那轻这一次呢 这个的流没有流得很深 所以我必须要再做调整一下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再再折一次 的缝线 因为我希望我的那个开口不要太深 我的卡片开口不要太深 所以呢 轻就把他再折一次 比较短 就是说我们整个空间会短一点 好 ok 我已经把它对折完了 把它再车短一点 那我们对准中间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用电运斗稍微烫 压烫一下 把我们的缝分烫开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底部平整度会比较够 那因为清目前没有使用电运斗 所以就就用这个方式来 先让各位示意一下 好 我现在把它铺上去了 铺平铺上去了 铺完之后翻过来 这是背面 好 背面的位置呢 我们刚才有讲到这块板子 它是要对折的 它对折的 我们卡套的位置 它是要对折的 对折 ok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正中央的位置 来我要让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再来那个 好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要对准正中央 这个地方对准正中央 这个地方对准正中央 这个地方要对准正中央 这个地方要对准正中央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对准的话 你在制作的过程中 就会比较完整一点 然后把它往内折 把它往内折 用夹子先固定一下 如果你没有夹子的话 用珠针也可以 可是珠针比较难固定 因为毕竟板子 它指板比较厚 所以这样子 ok 那在夹之前呢 就是跟各位建议 把那个角角 把那个角角修小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们在折布的时候 这个角角修小一点 因为等一下折布的时候 会比较好折 修小 有没有 把它修小了 四个角都把它修小 这样子的话 你等一下夹布 就会比较好折 好 我把它修小了 有看得到 这个角我都修掉了 角我都修掉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透过夹布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作品 会比较完整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中央 对准中央 ok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折起来了 要把它折起来 好 我现在把它折起来 用夹子固定 用夹子固定 好 那翻过来 我另外一边也要用夹子固定 一样喔 用夹子固定 好 好 我现在已经把它折完 用夹子固定了 对不对 我已经用夹子固定好了 好 那接下来要把上端 这边也要折下来 上端 这个地方折角角就要挑好 因为你挑的越整齐 下来那个角就会越漂亮 好 给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折得很整齐 好 这边也一样喔 先让它直 先让它直 然后再折下来的话 它就会平整度会高一点 OK 那另外这边也要喔 四个角都要把它这样子折好 下折 然后固定 然后这边也一样 折好 折好 下折 好 固定 OK 那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这块板子 这块板子实际上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那这个高度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人预计要留的 那清流的实际上比较短 你可以再留长一点 好 那我们已经弄好之后呢 就把它对折 对折起来 那对折起来之后呢 把夹子拿掉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透过剪刀或者是镊子都可以 把它塞平 这个塞平了以后 等一下车缝会比较漂亮 好 那我刚才已经做了一个了 那我们就是一样再把它夹好 两边都要喔 可以透过夹子镊子 甚至用手 直接把它这样子调整齐 好 这边也是喔 好 侧边夹整齐了 再来是上面 上面比较特别 上面我们等一下要带入这一个 上面我们等一下要带入这个夹子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面是你要的正面 还是这个面是你要的正面 那比如说这个马卡龙很漂亮 它刚好在主图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塞进去 好 那我等一下塞进去的时候 车缝的时候就是直接这边固定 所以我可以把夹子调整好 把夹子调整好 OK 实际上好像看到储型了对不对 那重点用裁缝车把这个外围车一圈 那我们的东西就完成了 那现在就是要让各位看一下 用裁缝车缝那一圈 因为这个动作车缝完 实际上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 那我们就开始来车 好 开始 那因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它实际上很厚 所以呢 如果你在车的时候真的是要十分小心 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有两层纸板 再加上布料那么多层 所以呢 这个东西在车的时候 大家自己在车缝的时候 真的是要比较小心一点 因为容易断针 那也有可能那个线车下来会不平整 所以就是让大家稍微自己要多小心一点 那我们要车这一个 这一个那个吊饰带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稍微要给它调整一下 记得要压好 没有压实的话 我们可能在车缝过程中很容易会出差错 所以呢 现在就是慢慢的缝 慢慢的车缝 好 我先把刚才的尾端先修 尾端的线先修掉 修掉比较不会 等一下造成我们在车缝过程中有卷线的问题 好 好 OK 那我实际上已经把它车完了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卡套 然后你这个卡套可以让你放卡片 放悠悠卡或者是放卡片都可以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卡套的车缝方式 那因为布本身自己就很漂亮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制作就可以达到它的效果 而且实际上我比较鼓励大家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制造出一些 生活的废弃物 包括说宝特瓶啊 或者像这种牛奶家庭号的利乐包的那个 贴有胶质的纸质品 那实际上我们不太有办法回收 在回收的成本上真的是蛮高的 那与其把它丢掉 制造成垃圾的话 那不如我们就拿来好好的运用 这是轻一直在这个地方做发想的原因 那这个卡套其实也非常的实用 因为小孩子上学的时候 你真的是可以透过这个卡套让他 带着悠悠卡 带着借书证都可以随君所好 那你就可以这样夹着 就是夹着 那有时候孩子在学校会用到那个手帕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使用那个夹那个勾子 来做一个附带的 那你就是变成遗物可以两用 东西的运用巧思在于生活中 你发现自己哪里不方便 然后就要去解决 那如果你能够善用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废弃物的时候呢 其实像这个东西 你就不需要再去买材料 你自己就有办法在家里自己加工 那孩子呢 透过布料的变化 孩子应该会还蛮喜欢 大家给他的一个手作品 好那今天清的幸运草工作室 手作教学课程第82堂课 就跟各位分享到此结束 那也祝各位手作愉快 拜拜